花了两百多万留学 那些年我踩到的雷 你真的不要再踩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喵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是我之前特别想要做的视频 那这两年的话 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 也好 在小红书上也好 特别多的人都想去国外留学 去深造 那作为一名 在海外留学了那么多年的小红书 我的高中本科硕士 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就读的 其实我有一点点小的建议给到大家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少踩雷这样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尤其是这两年我在找工作也好 在职场也好 我就发现其实 如果时间可以倒退的话 我可以重新做三个选择 让我的人生路更加平坦 那我会做的第一个选择呢 是重新选一个城市 我本科和硕士的学校呢 都是比较偏僻的小城市 对于我这种商科的学生来说呢 其实小城市优势真的特别的小 因为我在找工作 找实习的时候需要跟一些校友呀 一些有经验的人networking 或者是coffee chat 然后这些人往往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 然后我每次跟他们去约咖啡的时候 就要长途跋涉 来回五六个小时 那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话 我觉得可以免去这种长途奔波的负担 然后更容易的 也更好的能够接触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士 为我自己在选择专业领域也好 找工作也好 提供更多的方便这样 所以说如果重新给我选择的话 我首先会推荐大家去一些大的城市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 那肯定就是东西海那些城市了 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西雅图 那在加拿大的话 那肯定就是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小城市 真的真的不要去 那如果时间能够到的的话 我会改变的第二个点 就是我的专业 最近几年特别特别火的一个话题 就是转码 我身边好多人都想转码 因为转码就好像是一个高薪 得到高薪的代名词 我觉得自己的话不会那么极端 但是我学的专业 我自己认为不是特别专业性的 不是特别technical的 其实在我找工作求职的时候 也是非常不加分的 我做的工作 我想做的工作 所有人都能做 我的可替代性也好 专业性来好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说如果能够再让我选的话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特别偏理科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选一个 更偏技术性专业性的一个专业 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求职的路上 我的专业也好啊 我的文凭也好呀 是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加分 那第三点我会改变的就是我选择的学校了 我本科的话是在美国一个文理学院就读的 文理学院呢也有好处啦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矿的话 可以去文理学院读读经 然后读读书这样 但是其实文理学院对就业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 我会去一个大的university 选的专业也比较会比较广泛 然后接触到的人也会更多 还有一点的话 我觉得选校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学校本身的名气吧 我会选一个学校知名度更高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包括在之前在美国 加拿大也好 回国也好 由于我的本科的学校和硕士的学校不是特别的有名 所以说我每次都要解释一下 我这个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 如果我当时选了一个知名度比较大的学校的话 我觉得可以免去这么多解释的烦恼 也帮我在求职的时候能够加分 这样 最后一个tips呢 就是其实关于选校的话 大家不用一步到位的 我接触到的很多小伙伴 其实都是从社区大学 最后转到大的university的 我觉得如果想要比较省钱的小伙伴吧 可以通过 如果本科就想来了 这是前提 可以先读社区大学 community college 然后再转去一个你比较想去的university这样 转的话其实不是很麻烦 当地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这么干 然后你可以选你可以省去一大笔费用 因为community college的学费真的是非常便宜的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了 给大家分享了我想分享的留学路上的笔坑经验 那也希望我的一点小小的tips能够帮到你吧 拜拜 拜拜